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会一起学习第五课 我爸爸超厉害课文中的人物形容词 在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会猜一下课文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句子 早上小猪在草原上大哭 我们会发现早上是时间 而人物就是小猪 在草原上就是地点 而动作就是大哭 在图画上我们除了看到小猪这个人物外 我们还会看到小象 当小猪的朋友们看到小猪那么难过 就走过来问一下发生什么事 小K我就问 你为什么哭 小老鼠再问 是不是跌倒了 小花炮就问 是不是不见了东西 小猪全部都摇摇头 他就说了 今天我和弟弟炒架 爸爸骂我 我最讨厌爸爸了 当小动物们听到小猪这么说之后 就纷纷安慰小猪说了 我爱爸爸 因为他很有趣 我们发现在这个句子里面 有趣是一个形容词 好了 小朋友 你们觉得有趣是A看电视还是B做功课呢 有趣是代表一些会令你发笑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看电视 你们会更加开心的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了 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句子 小老鼠说 我爱爸爸 因为他很开朗 好了 在句子里面 我们发现开朗 都是一个人物形容词 我们看看例子 开朗的人 他遇到问题 会经常哭 还是笑的呢 好了 无论遇到任何问题 开朗的弟弟都会笑着面对 因为开朗的人 经常他都会很开心的 所以无论遇到任何问题 他都会笑着面对 好了 小K我就再说了 我爱爸爸 因为他很聪明 不知道你们又找不找到句子里面的人物形容词呢 好了 我们会发现 原来聪明其实都是一个形容词来的 我们看看例子 聪明的为止于在考试中 除得100分 还是零分 应该是100分 因为聪明的小朋友 在考试里面 应该是会拿到好成绩的 好了 最后了 小花炮就说了 我爱爸爸 因为他很强壮 你们又发现得到句子里面哪一个是形容词呢 没错了 强壮就是形容词了 强壮的小朋友呢 他身体很健康 因为他经常做运动 我们看一下图一的小朋友比较强壮 还是图一的小朋友呢 相信很多同学都会选图一啦 因为强壮的小朋友 经常都会 在足球打篮球和跑步的 好了 我们一起看一看 形容词会放弃句子的哪一个位置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例句 早上强壮的哥哥 在运动场做运动 我们会发现 时间是早上 在运动场是地点 做运动是动作 不知道你们又找不找到人物在哪里呢 没错了 人物就是哥哥 而强壮的刚刚我们学习过 就是一个形容词了 提提大家 形容词后面 我们通常都会加上的字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到底学了什么形容词呢 我们一起看下 首先我们学了聪明 聪明 然后是强壮 强壮 接着是游趣 游趣 最后是开朗 开朗 开朗 接着东西 感谢 把自己设计 一词 被斔ğa 握 低 咳 斯 天